大家好,我是白鹿,欢迎来到白鹿的深度影院 今天给大家带来令人扎舌的《伦理之乱》系列的第七部影片《洛丽塔》 《洛丽塔》这三个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一定不陌生 所代表的含义也早已经广为人知 但是最初的最初,这只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宋代有一句诗,如今依然广为流传 鸳鸯被里,成双叶,一束梨花,鸭海棠 梨花是白色,指白发丈夫 海棠颜色鲜艳,形容红颜,指代年轻女子 这句诗通常被用来调侃老夫少妻 而影片《洛丽塔》的别名正是《一束梨花压海棠》 讲述了一段纠缠多年,令人跌破眼镜 却又为之动容的伦理痴恋 故事中那违背道德与法律,却又真挚地发乎肺腑的情感 使得影片饱受争议 即便至今已上映二十多年,也仍被广泛讨论 影片开篇,一辆汽车晃晃悠悠行驶在马路上 开车的中年男人亨伯特,脸上带着鲜血 深情恍惚,靠在方向盘上 手紧紧捏着一枚最普通的黑色发夹 看着那枚发夹,亨伯特眼中浮现了无限的哀愁与爱恋 他回忆起了一个人,他是这么描述那个人的 他是洛,简简单单穿着袜子的洛,在清晨,身高四尺十寸 穿着松裤的时候是洛拉,在学校的时候他是多利 在书面上的名字是多利斯,但在我怀里,他永远是洛丽达 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达 但如果不是亨伯特曾经见过一个人,也就不会有洛丽达 那是1921年的夏季,那时候亨伯特还是个少年 他在街头意外和一个少女相遇了,然后少女成为了他的初恋 他们在一个小木棚里拥有了对方,可四个月后,初恋死于风寒 得知初恋病逝的消息,亨伯特悲痛欲绝 而初恋,从此就成了他心中的百月光 这段突然中断的青葱恋情,也使得亨伯特对少女怀着别样的情感 40岁这年,亨伯特接受了美国比尔茨利大学的教职 并收到了学校的预付款,离开家乡,来到美国 本打算去叔叔的朋友家居住,谁知道按照地址找过去 却发现房子已经被烧毁了 但叔叔的朋友很热心地为亨伯特介绍了一个女房东,夏洛特 夏洛特是个风韵犹存的寡妇,家中雇佣了一名保姆 还有一个女儿 见到亨伯特一生的学者气息,夏洛特很是喜欢 主动带着亨伯特介绍环境 不过打算租给亨伯特的房间,现在还没收拾,有些乱 而且家中都是女性,卫生间也被用来晾晒女性的内衣裤 这让亨伯特觉得不太妥当 亨伯特看完卫生间后,就想找个由头告辞 夏洛特以为亨伯特是嫌房租贵 便拉着亨伯特去后院转转,想说服亨伯特租房 夏洛特花了很多心思打理后院 院子里绿树成荫,草坪也厚实 喷泉,躺椅一样不少,花也开得正好 经过一棵大树时,夏洛特忽然指着树后面 笑着对亨伯特说,那就是我的女儿多利斯 亨伯特顺着夏洛特指的方向望去 就见一位少女正趴在草坪上看书 身上单薄的裙子,被灌溉草坪的喷雾 淋得湿透,紧紧贴着皮肤,露出玲珑有致的曲线 一双活泼的脚丫子在喷雾下晃晃悠悠 就像误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只一眼望过去,亨伯特就吃了 多利斯察觉到了亨伯特的视线 转眸看向他,冲着他咧嘴一笑 亨伯特也傻乎乎地笑起来 哪里还顾得上去考虑卫生间环境好不好 房租贵不贵 回过神来,就急匆匆追上已经远去看花的夏洛特 痛痛快快地掏了腰包 住在夏洛特家里后 亨伯特的目光就总是追寻着多利斯 而多利斯无意之间的眼神、动作甚至一个笑容 都撩拨着亨伯特的心弦 不论是大半夜偷偷爬起来吃零食 却将冰淇淋吃了满嘴的多利斯 还是趴在床上跟母亲耍赖 不想整理床铺的多利斯 哪怕是叛逆期和母亲吵嘴闹别扭的多利斯 在亨伯特眼里也是完美的 亨伯特觉得多利斯就是一个顽皮的妖女 但却对自己的魔力一无所知 在她行中 悄悄给多利斯起了一个名字 洛莉塔 渴望着突然出现一场灾难 然后能将洛莉塔拥入怀中 在亨伯特看来 洛莉塔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在与她亲近 比如会主动跑到她房间跟她说话 趴在她书桌上看她笔记的时候 会干脆坐在她腿上 给她送早餐时会故意去踩她的脚 和夏洛特一起 在后院荡秋千聊天时 坐在亨伯特和夏洛特中间的洛莉塔 更是明显将身子贴近亨伯特 年轻饱满的大腿就隔着亨伯特的裤子 几乎紧紧贴在亨伯特腿上 那总是充满活力的小脑袋 还若即若离地往亨伯特肩膀上靠 这一切都让亨伯特心花怒放 但洛莉塔却趁夏洛特去倒酒的时候 悄悄告诉亨伯特 自己母亲夏洛特已经对亨伯特着迷 不论亨伯特提什么要求 夏洛特应该都会答应 之后不久 夏洛特果然约了亨伯特出游 走路的时候还主动挽着亨伯特的手 表现得非常亲密 可亨伯特喜欢的人是洛莉塔呀 她对夏洛特完全无感 却又不敢惹夏洛特生气 怕夏洛特不再将房子租给她 如果不能住在夏洛特家里 她就无法见到洛莉塔了 所以对于夏洛特的示好 她只能硬着头皮接着 却被夏洛特告知 洛莉塔将去参加寄宿学校组织的野营活动 得知这一消息 亨伯特心中万分不舍 而洛莉塔也不愿意去参加野营 但现在她还没有独立 还需要依靠母亲养活 反抗无效后 只能听任母亲安排 转眼就到了洛莉塔出发去野营的这天 洛莉塔磨磨蹭蹭的 好不容易把行李准备好 上车时 却发现亨伯特正站在窗前看着她 于是洛莉塔下车 飞奔上楼去了亨伯特的房间 亨伯特听见洛莉塔的脚步声 激动的呼吸都快停止了 目光紧锁着卧室门 不一会儿 扎着两个麻花辫的精灵就出现在她眼前 紧跟着扑了她满怀 像个小熊一样 整个人挂在她身上 没等她回过神 便吻上了她 几乎从见到洛莉塔的那天起 亨伯特就在期待着一刻 可真的实现后 她却完全懵了 只下意识地紧紧抱住洛莉塔 明明年纪比洛莉塔大了两圈 却愣是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深色 轻易就丢了吻 等反应过来 洛莉塔已经跑下了楼 她赶忙冲到窗边往下望 就瞧见洛莉塔一溜溜的跑上了车 可是洛莉塔为什么突然这么做 亨伯特来不及问 甚至连和洛莉塔道别都没来得及 她只是寻着过往洛莉塔对自己的亲近 合着临别前的亲吻与拥抱 大概判断洛莉塔对她也有好感 她意犹未尽 忍不住去了洛莉塔的房间 扑进衣柜里 从那些衣服上 绣着专属于洛莉塔的味道 仿佛洛莉塔人还在这里 谁知 就在亨伯特忘我之时 家里的女佣忽然找了过来 将一封夏洛特的亲笔信交给了她 亨伯特拆开信一看 夏洛特竟然跟她表白 今天夏洛特送洛莉塔去野营了 夏洛特在信里说明了自己的心意后 就建议亨伯特最好现在就离开 如果等她回来的时候 亨伯特还在 那么她就当亨伯特 已经做好准备 要和她共度余生 亨伯特一颗心 早就在洛莉塔身上了 怎么肯走 于是两周后 亨伯特和夏洛特 在一个简单的仪式中结婚了 洛莉塔还在野营 没能回来参加婚礼 夏洛特以为收获了如意郎君 对亨伯特非常热情 亨伯特也表现得温厚体贴 但却一直在想办法逃避房市 结婚六周以来 她一直给夏洛特用各种安眠药 然后自己去洗碗 收拾屋子 磨磨蹭蹭半天才进房间 希望夏洛特已经睡着 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夏洛特的体质 就像对安眠药免疫一样 于是这一天 亨伯特又去医生那买了更强效的安眠药 结果回到家里 却发现夏洛特正一边哭 一边写着什么 亨伯特走进一瞧 发现夏洛特竟然把他锁在柜子里的日记本 给拿出来了 可上面的内容 有很多都是吐槽夏洛特的 而且对洛莉塔的心意 也写在了里面 夏洛特见到亨伯特后 就说要和亨伯特离婚 还跟亨伯特说 房子可以留给你 但你永远别再想见我女儿 说完 夏洛特懒得听亨伯特的解释 转身继续给亲友写信 告知真相 可亨伯特哪里愿意离开 见夏洛特情绪激动 便想着先给夏洛特准备点喝的 冷静冷静 谁知 等亨伯特端着两杯冰饮料出来后 却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里有个男人说 夏洛特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夏洛特明明在家里 亨伯特以为是个恶作剧 走到房间里去找夏洛特 却发现夏洛特人不见了 书桌上只剩下一根 没燃尽的香烟 而家里的大门正被风吹动 没有锁上 意识到夏洛特刚刚已经跑出门去 很有可能真的出了事故 亨伯特慌了 他连忙追出门 远远的就瞧见很多人 围在家附近的街道上 警察也已经来了 众人得知亨伯特是夏洛特的丈夫 便将亨伯特带到了一辆汽车附近 夏洛特的尸体正躺在车轮旁 死不瞑目 司机连忙跟亨伯特道歉 解释说夏洛特突然冲出来 根本来不及刹车 旁边一小孩将三封信递给亨伯特 说当时夏洛特是想要寄信 亨伯特没想到竟然会到处人命 整个人都懵了 站在尸体旁缓了好一会儿 才在警官的允许下 带着那未寄出的三封信 回了家 将信烧毁后 亨伯特收拾了东西 打算去接洛丽塔回来 办丧事 只是他还没想好 该怎么跟洛丽塔说 便先往学校打电话 只说了夏洛特出车祸 要接洛丽塔回来 隐瞒了夏洛特已经死了的结果 到了眼影地 亨伯特远远地瞧见洛丽塔 拖着一个大箱子走来 顿时连眼神都融化了 洛丽塔笑着 冲亨伯特喊 嗨老爹 是的 和夏洛特结婚 亨伯特就成了洛丽塔的继父 车上 洛丽塔嚼着泡泡糖 哼着歌 过了好一会儿才问 妈妈怎么样了 亨伯特撒着谎 说现在情况还不确定 腹部有问题 并告诉洛丽塔 会带她去医院 看望夏洛特 但今晚赶不过去 要在中途一家宾馆住宿 说话间 洛丽塔跑到车后座去 将学校统一的制服 给换了下来 亨伯特忍不住 从后视镜里偷看 等洛丽塔换好衣裳 做回复驾时 亨伯特更是将洛丽塔 揽进怀里 跟洛丽塔说 你知道吗 我很想你 洛丽塔却不信 她说 亨伯特根本不在乎她 亨伯特问 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洛丽塔靠在亨伯特肩头 望着她说 你都没有亲我 听见这话 亨伯特哪里还把持得住 直接将车子停在路边 洛丽塔随即翻身 坐在亨伯特腿上 搂着亨伯特的胳膊 吻了下去 亨伯特整个人都吃了 忽然 一辆警车从后面开了过来 洛丽塔赶忙从亨伯特身上下来 得知警官只是询问他们 有没有看见一辆蓝色的汽车时 洛丽塔又调皮起来 跪在亨伯特腿上 趴上驾驶座的车窗 将头探出窗外 冲着警官吹泡泡糖 这样调皮的洛丽塔 让亨伯特更加喜爱 可是到了酒店后 却发现酒店 没有为亨伯特预留房间 原本亨伯特预定的是双人间 现在却只有一间大床房 亨伯特只好让酒店的人 再送一张吊床 就在亨伯特和酒店的人 商量的时候 洛丽塔被一只狗狗吸引了注意 因此并不知道出了状况 等进了房间 看见只有一张床 洛丽塔便问亨伯特 你的意思是 我们睡在一个房间里 睡一张床 亨伯特连忙解释了原因 并说了自己可以睡吊床 但洛丽塔还是觉得 亨伯特疯了 她提醒亨伯特说 要是让我老妈知道 她会和你离婚 并且勒死我 亨伯特只好 以经济状况并不富裕 并且已经是家人为由 来劝说洛丽塔 洛丽塔严肃地说 这样相处是乱伦 可说完 却又冲着亨伯特笑起来 洛丽塔身上的魔力就在于 亨伯特总是不知道 她下一句话 下一个举动会是什么 但所有的意外 却又都是那么的迷人可爱 吃完晚餐回到房间 洛丽塔已经有些困了 亨伯特便亲自 为洛丽塔脱去鞋袜 洛丽塔软绵绵地说 要是亨伯特知道 她在野营里干过些什么事 一定会疯掉 亨伯特目光和语气都温和 让洛丽塔先睡觉 还说一会儿洛丽塔换衣服的时候 她会下楼去 等她回来的时候 希望洛丽塔已经睡着了 洛丽塔听后 直接躺在了床上 直勾勾地看着亨伯特 本想继续跟亨伯特说 演影时候的事 但还是被亨伯特阻止 她便只好打住 亨伯特随即出了房间 还不忘将房门反锁 挂上请勿打扰的吊牌 多年后 亨伯特回忆起这一天 忍不住感慨说 如果我的快乐可以言表 那么那个宾馆 将会充满震耳欲聋的呐喊 我只是后悔 那天晚上 没有立刻把房间钥匙 交给前台保管 然后离开这个小镇 离开这个国家 因为这一晚过去后 一切就再也不受 亨伯特控制了 他克制着心中 因为和洛丽塔独处 而产生的喜悦与欲望 缓缓走出了宾馆大厅 本想透透气 平静平静 谁知身后 却忽然有个男人问 你是在哪儿 得到的这个小妖女 亨伯特转过身 就看见一个中年男人 坐在走廊的摇椅上 正喝着酒 夏季还没过去 灭纹灯 时不时地呲啦一声 灼死扑向灯光的虫鹅 炸起一片火光 看得亨伯特心慌 就像是自己内心 最大的秘密被人戳穿 放在光天化日之下 拷问一样 而这个男人 刚刚亨伯特和洛丽塔 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曾见过 洛丽塔说 这个男人 应该就是著名的剧作家 奎尔蒂 之前他们办理 入住手续的时候 洛丽塔曾被一只狗吸引 奎尔蒂 就是那只狗的主人 洛丽塔还跟他说过几句话 此刻奎尔蒂又问 亨伯特 跟你在一块的女孩是谁 亨伯特移开 落在奎尔蒂身上的视线说 她是我的女儿 奎尔蒂淡淡道 你撒谎 她不是 亨伯特心头一慌 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之后 奎尔蒂想邀请亨伯特和洛丽塔 明天一起吃午餐 但亨伯特觉得 这个男人有些奇怪 而且 因为奎尔蒂的话 有些心神不宁 便没有同意 告辞往房间去 奎尔蒂也不勉强 只是在亨伯特身后缓缓说 好好享受吧 回到房间 洛丽塔已经换上睡衣 裹着被子入睡 但似乎睡得并不安稳 在床上翻来覆去 等亨伯特在卫生间换好睡衣出来 洛丽塔才沉睡了些 亨伯特于是小心翼翼 躺在了洛丽塔身旁 她没有睡掉床 她不想错过任何靠近洛丽塔的机会 但对于亨伯特而言 也仅仅只是躺在洛丽塔身边而已了 再多的 她即便想 也不敢贸然侵犯 可洛丽塔无意识的一些动作 却实在撩拨人 亨伯特躺了一会儿 只好起身 接点水喝 灭灭火 谁知洛丽塔竟然也迷迷糊糊醒来 跟亨伯特说渴了 听见这话 亨伯特赶紧把水端给洛丽塔 洛丽塔闭着眼睛 大口喝完杯子里的水后 又顺手将水杯递给亨伯特 接着 把小嘴靠在亨伯特肩膀上蹭 用亨伯特的睡衣 擦干了嘴上的水渍 然后才躺了回去 几乎立刻睡着 独留亨伯特一人 将坐在床上 简直拿洛丽塔没办法 这一夜 亨伯特睡得小心翼翼 第二天 洛丽塔醒来 看见亨伯特睡在自己身边 也没生气 反而和亨伯特相视而笑 然后 又一次主动亲吻了亨伯特 自然的如同一对爱侣 亨伯特惊呆了 但惊讶和忐忑的同时 心中又怀着那么一丝期待 正有洛丽塔趴在他胸膛上 像只小猫一样 在他唇上作乱 然后 洛丽塔凑到亨伯特耳边 悄悄说了 自己在野营时 曾和一个男生 偷尝禁果的事 说完 洛丽塔坐到了亨伯特身上 亲手解开了亨伯特的裤带 在这个清晨 亨伯特终于如愿以偿 他望着洛丽塔 脸上的笑容 像刚刚偷吃了蜂蜜一样甜 但 当他们启程上路时 亨伯特又有些不开心 因为洛丽塔忽然又对他冷淡起来 几乎没怎么搭理他 这一切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他以为洛丽塔是喜欢他 才会和他发生关系 而当他询问洛丽塔 是不是在野营时失去了第一次 洛丽塔甚至有些烦他 问他能不能别讨论这些 于是 亨伯特脸上的笑容彻底不见 他感到越来越不爽 因为他竟然不是洛丽塔的第一个男人 就在亨伯特自个儿憋闷恼火的时候 洛丽塔忽然告诉他 要去加油站 因为他把洛丽塔里面弄伤了 接着 洛丽塔眼中竟然露出厌恶的神色 质问他 我是个黄花大闺女 看看你都对我做了什么 我大可以打电话给警察 告诉他们 你强了我 你这个肮脏的老男人 亨伯特傻愣愣着看着洛丽塔 谁知洛丽塔说完后 竟然又笑起来 像是跟亨伯特开了个玩笑 亨伯特虽然也跟着笑 但等到了加油站 洛丽塔下车去洗手间后 他却独自在车里发起了呆 没错 他的确做了不该做的事 既不合法 也不合伦理 直到看见洛丽塔拉开车门 他才扯了扯嘴角 习惯性地想对洛丽塔笑 却听见洛丽塔问 我想给在医院的老妈打个电话 电话号码是多少 亨伯特沉默片刻 让洛丽塔上车 把门管好 然后才告诉洛丽塔 你妈妈已经死了 之后 亨伯特带着洛丽塔回家 在看到一切真相后 洛丽塔便哭得停不下来 到了晚上 该睡觉时 还趴在床上哭 亨伯特就在主卧躺着 听着洛丽塔的哭声 等着洛丽塔来找他 因为他觉得 洛丽塔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能依赖的 只有他 最后 洛丽塔果然哭着跑到了主卧 缩索进了 亨伯特怀里 亨伯特将洛丽塔抱着安慰 然后用他的话说 很温柔地和洛丽塔坐了 之后 亨伯特带着洛丽塔开车旅行 穿越了整个美国 哭泣过后 洛丽塔似乎忘了母亲的死 又活泼起来 享受着亨伯特的纵容 他故意在亨伯特开车时捣乱 故意在亨伯特洗澡的时候冲马桶 让亨伯特被热水烫 他将泡泡糖 零食袋 内裤和袜子 弄得车上到处都是 但却在亨伯特想要管束他的时候 露出了百分之百的厌烦 即便亨伯特只是因为受不了 他嘴里那颗嘴角子磨牙齿时 发出的噪音而制止他 他脸上的笑容也会瞬间消失 甚至戴上墨镜 连看都不看亨伯特一眼 而对于洛丽塔张扬毫不掩饰的喜怒 亨伯特已经习惯了 他只是感慨 自己早已经忘了原定的旅行目的地 因为洛丽塔在身边 所以他想将车子一直开下去 不去管他和洛丽塔的争吵 不去管洛丽塔制造的危险和麻烦 以及面对洛丽塔时所有的无助 他觉得和洛丽塔在一起 简直就像置身天堂 即便这个天堂的天空 颜色和地狱之火一样 也仍是天堂 但亨伯特不知道的是 洛丽塔经常自己一个人偷偷哭泣 他从没忘记过母亲的死 甚至觉得是亨伯特谋杀了母亲 可是正如亨伯特所说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只能暂时依靠亨伯特 他已经发现亨伯特的欲望 所以他满足了亨伯特的欲望 让亨伯特心甘情愿养活他 旅行结束后 开学祭也到来了 亨伯特一边工作 一边包揽家里的家务 照顾洛丽塔的饮食起居 甚至为他编辫子 偶尔 亨伯特会希望教洛丽塔一些知识 但洛丽塔对他说的东西 完全不感兴趣 一段时间后 洛丽塔忽然说想要去演话剧 亨伯特觉得会和其他男生接触 不同意 于是洛丽塔故意去挑逗亨伯特 那样的眼神和动作 肢体接触 是亨伯特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 他很快就败下阵来 不但同意让洛丽塔演话剧 还将洛丽塔的零花钱翻倍 洛丽塔开开心心进了话剧社 开始排练 这天 亨伯特来到会场探班 洛丽塔的好友莫桑 趁休息时间跟亨伯特打招呼 然后指着远处看台入口的一个中年男人 很是崇拜地说 看见那边那个人了吗 他是真正的剧作家奎尔蒂 亨伯特顺着莫娜的目光望过去 发现这个人正是之前在宾馆遇见过的男人 此刻 奎尔蒂正看着舞台上洛丽塔的方向 随着在话剧社的时间越来越多 洛丽塔对亨伯特的求欢 表现得越来越冷淡 到后来 甚至要求亨伯特拿钱给他 才肯让亨伯特碰他 即便如此 有时候也会中途让亨伯特加钱 不然就不继续 亨伯特虽然非常恼火 但却也慢慢地习惯了顺着他 给他钱 给他买想要的东西 亨伯特已经察觉 洛丽塔是在悄悄攒钱 等经济独立后就要离开他 但却不知道 洛丽塔把钱藏在哪 与此同时 洛丽塔学校的老师和教士 找到亨伯特反馈说 洛丽塔对性爱这件事缺乏兴趣 甚至有些病态 于是 拜托身为洛丽塔父亲的亨伯特 好好跟洛丽塔聊一聊 最好能给洛丽塔一些引导 教导洛丽塔 关于人类繁衍的流程 但老师和教士并不知道 亨伯特正是让洛丽塔 对性爱反感的那个人 实至精致 洛丽塔和亨伯特的关系 已经越来越差 有一天 亨伯特接到钢琴老师的电话 得知洛丽塔 已经缺席两次课程 挂掉电话后 亨伯特立刻询问洛丽塔 在上课时间去了哪 洛丽塔一听 就表现得很烦躁 不甘不愿地说 是个莫娜 去公园排练话剧了 亨伯特不信 她立刻打电话 给莫娜求证 因为洛丽塔 现在正在叛逆期 她认为自己有责任 管教洛丽塔 电话里 莫娜虽然承认了 是和洛丽塔去过公园排练 但整体反应 更像是发现洛丽塔撒谎后 特意包庇洛丽塔 这让亨伯特感到很烦闷 尤其是看见洛丽塔 越来越叛逆 一点也不把她 放在眼里的神情 亨伯特意识到 在这种畸形的关系下 她根本不可能管教好洛丽塔 于是 第一次对洛丽塔发了火 恼火地说 这一切必须停止 不然就要把洛丽塔 送出本事 这一切 不但包括洛丽塔的种种叛逆行为 也包括 亨伯特和洛丽塔 不正常的关系 但洛丽塔 假装听不懂 洛丽塔的态度 彻底惹火了亨伯特 亨伯特一激动 就把她手里的牛奶给打翻了 并让洛丽塔 把攒的钱都交出来 洛丽塔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亨伯特 也炸了 站起身 就冲着亨伯特吼说 离我远点 你这个变态 亨伯特 于是质问洛丽塔 是不是在策划离开她 洛丽塔嘶吼起来说 没错 任何人都不会想和你待在一起 俩人吵得越来越凶 互不相让 最后 亨伯特抬手 打了洛丽塔一巴掌 屋子里 顿时安静下来 洛丽塔平静了一会儿后 才说 好吧 那你杀了我吧 就跟你谋杀我妈妈一样 亨伯特立刻道歉 但洛丽塔 一直压抑的情绪 却已经完全爆发了出来 她根本就不听 亨伯特在说什么 只一遍遍重复着这句话 甚至挥起拳头 去打亨伯特 打着打着 还嚷嚷着说 我恨你 我恨你 洛丽塔 这歇斯底里的样子 吓坏了亨伯特 她试图制止 洛丽塔 但洛丽塔却推开她 一流烟 往楼下跑 一边跑 还一边惨叫着 大喊着 凶手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 亨伯特赶紧拿上 洛丽塔的外套锥 可洛丽塔下楼后 就骑着车 继续逃 亨伯特靠跑的 根本追不上 渐渐的 洛丽塔的身影 消失在雨幕当中 亨伯特 失魂落魄的 一直找到夜里 才终于在一家 饮品店窗外 看见了洛丽塔 洛丽塔这会儿 正在跟什么人打电话 脸上挂着笑容 像从前一样调皮 亨伯特松了口气 推开店门 走了进去 洛丽塔倒是 没继续躲着 亨伯特了 情绪看上去 平静了很多 见到亨伯特 还说刚刚 已经做了决定 并试着 往家里打过电话 亨伯特 顿时又紧张起来 不知道 洛丽塔的决定是什么 是一定要离开她吗 洛丽塔 让亨伯特 给她买了一杯饮料 喝完后 才说 我们忘记 这次的不愉快 听见这话 亨伯特终于松了口气 付了饮料前后 和洛丽塔 一起离开 路上 洛丽塔说 我想马上离开 这座城市 开始另一场旅行 路线由她来定制 而亨伯特 虽然不明白 洛丽塔 为什么会这么决定 但还是同意了 面对洛丽塔 亨伯特 总是无力的 她已经分不清 到底是 洛丽塔 无处可去 需要依赖她 还是她更依赖洛丽塔 她无法想象 失去洛丽塔 只要洛丽塔 愿意留在她身边 她甚至是 满怀感激的 第二天 亨伯特 就带着洛丽塔 出发 洛丽塔 拿出地图 规划好路线 亨伯特 就按照 洛丽塔 说的方向前行 但渐渐的 她却发现 他们身后 始终有人跟着 她无法确定 到底是哪天 被跟踪的 并且跟踪 他们的人 很聪明 经常换车 即便记下了 车牌号 用处也不大 这让亨伯特 感到很焦虑 担心跟踪 他们的人 会不会是警察 会不会是发现了 她和洛丽塔之间 不正常的关系 所以跟着他们 这样的焦虑 让亨伯特 悲公舍隐 有一天 她将车子 停靠在路边 一家便利店 打算买一副 墨镜遮阳 过程中 她一直时不时地 留意在车上 等她的洛丽塔 忽然 她发现 有个男人 走到汽车旁 跟洛丽塔说话 洛丽塔表现得很开心 可惜男人 戴着帽子 亨伯特 没能看清楚 男人的长相 于是 她赶紧冲出便利店去 结果 男人已经先一步离开 找了一圈 没找到可疑的车辆 和行人后 亨伯特 只好上车 问洛丽塔 刚刚那个男人 跟你说了什么 洛丽塔说 他问我有没有地图 他可能把自己的地图 弄丢了 亨伯特觉得 洛丽塔 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性 没说实话 于是告诉洛丽塔 那个男人 很可能是个警察 洛丽塔 无所谓地说 就算真的是个警察 最糟糕的结果 也就是被他们发现 你有罪 不论他们之间 是怎么开始的 一旦被警察发现 以洛丽塔 现在的年纪 遭殃的 都只会是亨伯特 而洛丽塔的话 也无疑在 亨伯特心中 埋下了 更深的忧虑 抵达下一个阵子时 亨伯特 开好房间 让洛丽塔休息 自己去街上 给洛丽塔买香蕉 顺便清理一下 户须 可等亨伯特 从街上回到房间 却发现 洛丽塔嘴上的口红滑了 脚上还沾着泥 这让亨伯特意识到 洛丽塔 趁他离开时 悄悄出了门 并且和什么人私会了 但洛丽塔不承认 一会儿说 自己才刚刚起床 一会儿又说 的确出去了一小会儿 因为亨伯特 离开了很久 他想看看 亨伯特回来没 亨伯特 非常失望地 看着洛丽塔 他突然意识到 洛丽塔 依然想要离开他 于是 他将洛丽塔 一把提起来 扔在了床上 然后 趴到洛丽塔身上追问 和你见面的 那个男人是谁 可洛丽塔只是笑着 不论亨伯特是威胁 还是哀求 都不说一句话 亨伯特甚至 无助地哭起来 一遍遍地 求着洛丽塔告诉他 但最终 洛丽塔 还是什么都没说 当晚 亨伯特就做了噩梦 他梦见有很多警察 来到房间门口 要追捕他 但洛丽塔 只是静静地 坐在床上 看着这一幕 旅行还在继续 亨伯特带着洛丽塔 前往下一站 但刚刚开好房间 却发现 洛丽塔脸色很差 似乎生病了 亨伯特赶紧 带着洛丽塔去医院 被医生告知 洛丽塔感染了病毒 虽然不算严重 但当晚 人需留院观察 医生还劝 亨伯特先回去休息 反正他留在这 也没什么用 在医生许诺 第二天一早 会打电话给他后 亨伯特终于 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医院 可是第二天 亨伯特并没有 接到医生的电话 他只好打给医院 询问洛丽塔的情况 却被护士告知 洛丽塔的叔叔 已经将洛丽塔接走了 亨伯特一听 皱起眉头问 谁 护士便又重复了 那位叔叔的名字 还说他是个大好人 笑容可居的 有一只聪明伶俐的狗 因为洛丽塔认识 这位叔叔 并且还用现金 支付了药费 所以医院就签字 让叔叔 带着洛丽塔离开了 洛丽塔和这位叔叔 还留话给亨伯特 让他不用担心 他们会在爷爷家等他 可这些 纯属无稽之谈 即便洛丽塔 真的有个叔叔 也不会这么巧的 在他们旅行的时候碰上 亨伯特不相信 护士说的 于是赶紧开车 他冲进医院 就往洛丽塔 昨天住的病房去 却发现 里面当真没有人了 他送给洛丽塔的花 还被扔进了垃圾桶里 亨伯特 整个人都慌了 他赶紧找医生和护士 一遍遍说着 我女儿被人带走了 等他发现 昨天值班的那位医生时 更是冲到医生跟前 将医生给扑倒 压在地上质问 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她在哪儿 见亨伯特情绪失控 护士赶紧给警察打了电话 其他人也都围上来制止亨伯特 亨伯特不停地挣扎 直到无意间透过窗户 看见警察已经赶到 才猛然冷静下来 他不能让警察介入 万一警察发现 他和洛丽塔的关系不正常 他就完了 于是他赶紧给医生护士们道歉 说自己只是有点喝多了 只是太担心女儿 然后离开了医院 那之后 亨伯特走遍了 曾经和洛丽塔去过的地方 试图找到洛丽塔 他认为那个带走洛丽塔的男人 是绑架犯 并几乎将沿途旅馆的入住登记 都翻了个遍 他在医院见过那个人的签字 记得那个人 有两个字母的写法非常特殊 但这些方法 并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最终 亨伯特只能独自回到那座 和洛丽塔认识的城市 当他清扫车子的时候 发现了被洛丽塔 粘在手套箱下面的泡泡糖 扔在烟灰缸里的酒瓶盖 还有座位下 零零散散的各种包装纸 这些东西上 满是洛丽塔的痕迹 洛丽塔在车上捣乱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 可是 人却消失得干干净净 亨伯特看着洛丽塔的照片 黯然失神 从那之后 亨伯特的时光似乎就停止了 等再有洛丽塔的消息 已经是三年后 这天 他收到了洛丽塔的信 洛丽塔在信中 喊亨伯特为 亲爱的爸爸 打过招呼 洛丽塔告诉亨伯特 他已经结婚了 并且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预产期 就在圣诞节前后 但是 丈夫迪克的工作不太好 他们打算去阿拉斯加打拼 所以 想请亨伯特 给他寄一张支票 有三四百元就够 或者随便提供一点 什么帮助都好 洛丽塔说 写这封信对他来说 很难 他已经受够了悲哀和困苦 他还在信中问亨伯特 你依然很生我的气吗 却不知道 亨伯特从未生过他的气 更从不忍心让他承受苦难 收到信 亨伯特几乎立刻出发 按照信上的地址 赶往洛丽塔家 快到地方的时候 亨伯特停下车 将一件旧衣裳挂在树枝上 用枪射了几发 他在练习枪法 他以为 迪克就是当初拐骗走洛丽塔的人 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 亨伯特终于再次见到了洛丽塔 他大着肚子 穿着宽松的家居服 头发扎成马尾 不失粉带 鼻梁上还架了一副眼镜 和从前那个小妖女 判若良人 洛丽塔看见亨伯特 也十分意外 没想到自己的信 竟然能让亨伯特主动找过来 而亨伯特更是激动地 微微颤抖 喉咙里连一个阴结都发不出来 直到走进屋子 亨伯特才渐渐回神 他放在一兜里的手 紧紧握着枪 询问起迪克的是 这会儿 迪克正在外面帮人修屋子 洛丽塔将迪克指给亨伯特看 亨伯特见迪克很年轻 便知道 迪克不是自己要找的那个绑架犯 因为三年前 医院的人说 洛丽塔是被一位叔叔带走的 洛丽塔察觉到 亨伯特误会了迪克 非常意外 没想到 三年过去 亨伯特居然还没弄明白 当时发生了什么 于是告诉亨伯特 当年是那个剧作家奎尔蒂带他走的 他想离开亨伯特 所以找奎尔蒂帮忙 一路上跟踪他们的人也是奎尔蒂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奎尔蒂喜欢年轻的小姑娘 而且还专门有一栋别墅 用来和小姑娘们玩 甚至会将过程拍摄下来 洛丽塔跟着奎尔蒂离开亨伯特后 也被带去了那栋别墅 但洛丽塔没有同意做那些事情 后来就被奎尔蒂除外了 然后认识了迪克 结了婚 洛丽塔说起这些的时候 在厨房倒了一杯牛奶喝 然后收拾起桌面的悲剧 和别的家庭主妇没什么不同 甚至因为手头拮据 还显得有些潦倒 可亨伯特却看得吃了 就如同第一次看见那个 趴在草坪上看书的小姑娘时一样 她在心中感慨说 我是如此的爱她 胜过我所能看到的 所能想象到的地球上的任何事物 她以前是个妖女 现在却像一片枯叶 但是我爱她 这个洛丽塔苍白 臃肿 混俗 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 她可以枯萎 可以褪色 我不在乎 我只要看她一眼 万般柔情 便涌上心头 洛丽塔收拾好厨房 抬头看见亨伯特的目光 笑容却淡了些 独自走到客厅 顶着大肚子坐在地上 擦起了桌上的盘子 在她心中 一直认为亨伯特是个坏人 谋杀她的母亲 欺辱她 变态地想要掌控她 所以她逃离 亨伯特回过神来 看着她说 从这里到那个你熟悉的汽车 只有25步的距离 走过这25步 跟我在一起吧 洛丽塔听后 却平静地问 你是说 如果我跟你一起去汽车旅馆 你就会给我点钱 亨伯特赶紧走到 洛丽塔身边 解释说 不是 我说的是 你离开这里 跟我一起生活 跟我一起死去 和我一起做任何事 如果你拒绝 我仍然会给你钱的 听见这话 洛丽塔才终于笑起来问 真的 亨伯特说 当然 随即 她就从兜里 掏出了一个信封 交给洛丽塔 洛丽塔打开后一看 惊呆了 扭头皱眉 问亨伯特 你给了我4000块 她本来想的 只是几百元就够了 4000块可不是小数目 而亨伯特 却忍不住哭出声来 此刻 洛丽塔见亨伯特这样慷慨 伸手想去拉亨伯特 给亨伯特道谢 亨伯特却猛地退缩 她不敢在这时候 触碰洛丽塔 因为 她终于意识到 自己在洛丽塔眼里 是个什么样的变态 而干干净净地 将这笔钱给洛丽塔 几乎成了她唯一 能向洛丽塔 证明自己情感的方式 克制住心中的悲哀后 亨伯特才终于 又对洛丽塔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有机会跟我走 洛丽塔摇摇头 如实说 不 我宁愿跟奎尔递走 听见这话 亨伯特再也无法承受 背对着洛丽塔 擦干净眼泪 告别 打开门 是黄沙满天 而她的小姑娘 洛丽塔 宁可在这样的地方 枯萎下去 宁可和更变态的 奎尔递走 也不愿意和她离开 去过更好的生活 到车时 亨伯特深切地 凝视着洛丽塔 恍惚间 她好像看见了三年前 那个张扬活泼的小姑娘 在对她挥手道别 她脸上终于又浮现起一丝笑容 同时也意识到 自己对洛丽塔的伤害 是多么深刻 从洛丽塔家离开后 亨伯特去找了奎尔递 将奎尔递击毙 过程中 奎尔递几度挣扎逃跑 和亨伯特发生了打斗 使得亨伯特身上也受了伤 杀了奎尔递后 亨伯特便开着车逃跑 手里紧紧捏着那枚 洛丽塔的发夹 影片回到刚开始的情景 亨伯特开着汽车 摇摇晃晃地行驶在马路上 身后有警笛声传来 但存在于她脑中的 只有洛丽塔 当看到路口已经被警察射卡 亨伯特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于是她干脆转弯 将车子开上了一旁的山坡 她下车 静静望着远处的小镇 她感觉自己 似乎听见了小镇上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但她却心灰意冷 她说 让她心灰意冷的 并不是洛丽塔没有跟她走 而是因为这片笑声中 没有洛丽塔 后来 亨伯特在监狱中死去 同年圣诞节 洛丽塔死于难产 影片结束 洛丽塔是由阿德里安·莱恩指导 杰瑞米·艾恩斯 多米尼克·斯万主演的剧情片 影片改编自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伯科夫的同名小说 由于故事中所描写的情感超出伦理与法律的界限 小说最初未获准在美国发行 直到在欧洲出版三年后才终于出版了美国版 英国内队还曾开会讨论过这本小说 后来在新西兰出版后更是一度被禁售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洛丽塔成为国际畅销书 因为洛丽塔的风靡 后来更衍生出了洛丽一词 小说在1962年被第一次改编成电影 由库布里克指导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1997年克莱导演指导的版本 这一版本的洛丽塔比起1962年版更忠实原著 将亨伯特初恋意外死亡的信息放了出来 让他后来对洛丽的迷恋有迹可循 但缺少了原著中的讽刺意味 更着重渲染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挚爱 给人一种唯美的爱情悲剧诗感 而忽略了亨伯特作为一个教授 作为洛丽塔的继父 本应该好好引导洛丽塔 而不是纵容自己的欲望 任由洛丽塔与她乱伦 导致一系列的悲剧 从影片剧情来看 的确是洛丽塔先对亨伯特做了一些暧昧的举动 因为在亨伯特身边亲吻亨伯特 甚至和亨伯特的初次都是洛丽塔主动的 而亨伯特只是心怀雀跃地接受 并因为洛丽塔的举动而认为 洛丽塔对她也有爱情 却忽略了 洛丽塔正是一个叛逆期的少女 如果抽丝剥茧去寻找洛丽塔 对亨伯特冷淡的线索 那么应该是在洛丽塔 得知自己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后 从前母亲在的时候 洛丽塔就经常和母亲吵架 叛逆地和母亲对抗 我们有理由推测 洛丽塔一开始对亨伯特表现暧昧 可能是因为发现母亲喜欢亨伯特 于是用一种幼稚的方式来挑衅母亲 同时在那个时期 也正是洛丽塔对成年男人 两性关系萌发好奇的时候 可当洛丽塔得知母亲已经死去 那么利用亨伯特来和母亲对抗的举动 就没有必要了 加上亨伯特一边侵犯着洛丽塔 却又一边像个正常家长一样管教她 便使得她印象中的亨伯特是个掌控欲过分的变态 于是想尽办法逃离 但在许多观众来看 这一版本的亨伯特的确称不上变态 顶多就是纵容了自己的欲望 没有做一个成年人 一个家长该做的事 她伤害的洛丽塔是真的 却又同时爱护着洛丽塔 甚至愿意为洛丽塔付出一切 尤其是在洛丽塔离开三年后 她去给洛丽塔送钱时的独白 她说 洛丽塔可以褪色 可以枯萎 她都不在乎 因为只要看洛丽塔一眼 万般柔情 便涌上她的心头 当她意识到 洛丽塔彻底误解了她的情感后 更是连碰洛丽塔一下都不敢 而这样的情感 也征服了许多的女性观众 好的故事就是这样 不合理却动人 于是才饱受争议 也才能让更多人去思考 我们不知道在故事的最后 亨伯特意识到洛丽塔 不会再笑时 会不会为了曾经的窃喜而后悔 但我们应该对欲望引发的悲剧 产生警惕 洛丽塔中的悲剧 正是由面对欲望 所采取的一系列愚蠢措施 所导致的 如果亨伯特 能只做一个养花人 而不摘花 那么洛丽塔 也许不会那么快就枯萎吧 好的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对白鹿的支持和鼓励 咱们下期见